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蓝山旅游区 今天的主角就是108米蓝山海上观音 马上出发购票处 Let's go 来到这建议大家乘搭游览车 因为这景点实在太大了 走路实在走不了 我们现在寻找着游览车的购票处 在哪里呢 我终于找到了 现在马上购票 乘搭我们的游览车 前往蓝山海上观音 一路上你都可以看见 关于观音凉凉的点点滴滴的资讯 现在我们准备排队 乘搭我们的游览车 超可爱的火车头游览车 我们也为自己找个好位置吧 路上可以观赏到其他景点 但是我们选择了第一站 就是海上观音 这也是景点之一哦 你看超多游客们 风景实在太美了 是拍照的好地方哦 记得多拍几张照片哦 马上我们就要到了蓝山海上观音 这座观音拥有108米高 实在太壮大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来到三亚一定一定一定要来的景点之一 来到蓝山海上观音 有专能带领着我们 为我们讲解海上观音的点点滴滴 历史和Dermatt 诚心拜拜 祈求平安 让你们看看一下我们的专业的导游 为我们讲解 为我们介绍 我们一起进入观音的隧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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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人超时的太多了 我们选择爬楼梯 上去观音神像 我们终于到了顶峰 爬上了顶峰 大家都是为了摸摸 蓝海观音的大拇指 据说摸摸了蓝海观音的大拇指 可以把好意带回家哦 你们看看这里的风景 是不是很漂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准备出午餐咯 在这里很多素食馆 这里还有精品店咯 我们可以购买手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附近还有一条美食街 有特色小吃烧烤 炒饭炒面 我们准备下一个景点咯 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